以前香港做一些轉手或者轉運的地方 現在可能大陸直接自己去訂購 可能這個運輸上就會減少了 這些就令到我們運輸業的工人大幅減薪 現在減到百分之十幾 這些十一年時間沒有加回減 我們都擔心清完假之後 接下來可能就沒有新假期了 因為整個旅遊業的情況 我們之前在十一黃金周之前是估計不好 但是現在都過了十一黃金周 就真的看到事實上是很差 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其實這個行業是很寒冬的 所以各行各業在這個程度下 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提升的機會 而這個提升的機會 一定要是各方給的 僱主要給的 政府也都要做事 政府也應該是真的好像參照著那些行業 要擴大到其他行業 無論是旅遊 金融 各方面 都應該要加大這個培訓的力度 由資金上的支援 還有到剛才所說的 有新假期的賠償